哈囉 我這期的話就是想推薦一個孔四色 四 四色 四 四色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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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 哈囉 這期是一個MAC的孔四色 然後也是我就是 用下來幾支就是比較顏色不挑人 然後日常顯白的一些顏色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那就收看下來吧 我先推薦這支Cheli Cheli的話反正就是每個人都會必備的一支 然後如果你還沒有入手的話 抓緊時間去入手一支吧 因為它的顏色就是那種復古的妝紅 然後是那種嗆口小辣椒的顏色 反正就是上色的話會很顯白 然後日常是非常的 怎麼說呢 任何衣服都是能搭配的起來 然後我先給大家就是 上色給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有一種 它的質地是比較滋潤的 然後不是那種偏乾的 然後大家可能一提前面一次就會覺得 它們家的口紅好乾其實並不是的 它們有些就是比較質地比較偏乾 但是有些又比較偏滋潤 這個顏色的話我就覺得 任何人都是能駕馭然後又很顯白 下面這支的話是露比沃 露比沃的話 顏色質地的話就會 就比較偏乾 然後我給大家就是手上 稍微就是看一下它的顏色是什麼樣子 它的話就是那種復古的玫瑰紅 然後像櫻桃的那種顏色 我給大家塗一下 我現在都不見 想跟你說一些 關於我的事情 該從頭說起呢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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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就算了吧 讓我們共享世界 慢慢心事 就算留點一切 如果就是說 它這個顏色的話會比較乾 如果是你不喜歡那種乾的話 就直接可以 有點虛焦了 它這個顏色的質地會比較偏乾 如果說 你不喜歡這種乾的話 直接就可以捨棄它了 因為它的質地是比較偏乾的 我個人是還不介意它這種偏乾的質地 因為乾的話就是說 保持的時間會稍微會比較久一點 直接給大家看下一個顏色 CB96 CB96的話 我當初買它就是為了 使用它的時候 就是疊加在別的口紅上面的另外一種效果 它是為了帶一點人魚肌的那種顏色 看得見嗎 對 它是有點 賞賞的那種人魚肌的色 然後我當初買它就是為了 然後我當初買它就是為了 口紅能 一支口紅能有另外一種效果 就是說 這樣子就是說 每支 我每支口紅的顏色都可以 這樣子的話我每支顏色都可以 上這支顏色 就帶一點人魚肌的那種色調 在裡面 下面我推薦這支是AMULES AMULES的話它是 樹梅色 就是有種紫調 然後我推薦你們就是塗蛋 不要塗濃 塗濃的話它就會比較暗 冷色就比較冷掉 然後會比較偏暗 顏色的話會比較難駕馭 所以我一般就是自己會塗薄 它是有一種紫調系在裡面 是一種非常溫柔的紫 下面我推薦我近期就是經常用的一款 也是我最後一款 Malekash也是MAC近期的新款 然後它是跟Cherly還是有點不同的 就是當時網上的人說它跟Cherly有點像 但是它是偏那種裝紅色 我給大家試這裡吧 這個顏色 然後我跟那個Cherly對比一下 Cherly OK Cherly的話稍微會質地會偏亮一點 這樣一對比你們就知道了 它那個Malekash會比較偏暗一點 然後當時我更喜歡Malekash的顏色 因為它是比較偏暗 然後 質地也是偏润的那種 它薄圖跟厚圖的顏色都非常的好看 OK 那麼今天我的那個MAC的試試的話就到這裡了 你們有什麼好的推薦或下期有什麼想看的話也可以私信給我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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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